剃头刀 好 开始直播了 哈啰 剃头刀的演员们 两位 成川之道哥 郭云俊小弟 两位我都要叫哥 好 我们等一下好好了解一下剃头刀这支剧 杨松麻辣锅 麻辣鱼 杨松麻辣锅 你好我是Nana 你好我是杰文 7点08分 今天晚上有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对 阿拔跟Master Gui来了 等一下 你讲的好像大家未必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好 我是阿拔 这阿拔是谁 像田一勒 这个阿拔这个角色 谁都要叫阿拔的 对 我系里面的名字就是叫阿拔 欢迎陈川之大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Master Gui Boon 大家好 正式是魏俊 欢迎欢迎 新年快乐 现在我们就是双管齐下 在我们的Facebook Live 看得到队友还是大过年的 所以祝两位身体健康 事事顺益 鼠年行大运 对 对 当然 保证 这个年开得会有点战战兢兢了 是 好在这个电视 多久以前就已经刹轻了 剃头刀 12月30日 这么快啊 我是10月份拍的 3个月 10月1号开拍 10月1号 对 是13集 因為第五波到拍是比較細膩一些,有點像電影的感覺 所以平時我們電視劇八頻道的20集可以在三個月裡面殺青 這13集我們拍的三個月其實蠻長的 已經算是進度比較慢的了 不可以講慢,慢攻出西貨 不過其實12月底殺青,2月幾號就上了? 18號,這個後製才快耶 所以是因為當初在拍攝的時候格外順利嗎? 所以後製會特別的? 一邊拍一邊剪接的 我們是從第一集慢慢拍,第二集第三,第四到第十三集 並沒有跳拍的 所以拍完就馬上剪接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第一集到第五集先拍 主要是因為這個戲是從四十年代為,一直到八十年代 所以它的景一定要換,我們的裝也是要換 所以它雖然是有跳拍,可是不會跳到太多 所以要順著那個次去拍 明白,那你們要來個別介紹劇中的角色吧? 我跟爸爸是有對手戲的 因為我之前是沒有合作過 沒有合作過 對對對,這個戲是我們第一次 對對對 從來沒有合作過 可是他們一進來像兄弟咧 認識了幾十年的兄弟咧 老朋友了 只要給我們五分鐘的時間在這邊等 就叫阿紀朗 可以說嗎? 阿紀朗的話嗎? 一點點,就差不多這樣了 你們已經到國大了 不過其實我們來說到剃頭刀 我看過,但是我當然看的不是這個 即將在五頻道要播的這個英語的劇集 我看的是舞台劇女版 所以這個是一個吳溫德導演 他創作的 對,創作間 算是為自己的家族寫下一篇歷史的作品 對,關於他母親 沒錯 他的心目旅程 那代文阿簽就是他的母親 吳雅倩啊 對 吳雅倩女生就是她的戲裡面的女兒 傳世大哥是有爸爸 所以這個爸爸其實就是從那邊來 是 是 所以你演的就是吳溫德導演的阿公啊 就是 可以這麼講 然後范文芳呢是演阿媽 范文芳就是演傳世大哥的太太 阿媽齁 是曹州 阿布 我們戲裡面是福建 所以是阿布 阿布 所以文芳她演阿布,我演阿爸 原來是這樣 然後我在戲裡面 我跟她是有很多很多孩子的 有一天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就終於算出來了 你們都不知道有幾個孩子 對啊 劇本裡面沒有寫清楚 對 劇本裡面沒有交代有幾個 然後在最終有一場戲 全部都到齊 我們就一次過算 十二個 還好勒 不是拍完之後 還不知道有幾個孩子 一大 八真是體力十足 這生意大 可是其實以前那個時代 差不多就是這個數目 對 就差因為當時沒有 晚上沒有節目 可以看 就自己要娛樂 找娛樂 因為那時候沒有新傳媒 沒有新傳媒 對 我們害的啦 生育率低我們害了 沒有我們 現在生育率低的關係 就是很多人都在忙著 聽著你們的節目 對 看著我們的戲劇 還有Facebook Live 可是這個沒有辦法 還是要看 好 我們稍做休息 稍後我們聊更多 還有就是 這個自己人的話 我們可以再試下說 上Facebook.com slashLove97FM Facebook Live 可以啦各位 Facebook Live還在Low嗎 還在Low 祝大家新家主義 風險死生 合格安康 天天快樂 哇 哇 他在這裡沒有更八星夢 切口寫開 他去唱戲啦 好厲害耶 爆新聞太太 埋摸他了 對 他到舞台去 沒有他真的是好 非常有才華的 不是 要做大型的 好 我也超過 我沒有想到會去 伊寶拍關於 新三豐的電視劇 而且是英語的 從來沒有想過 OK OK 可能八頻道會 In case你們還不知道齁 這個戲齁是用英語拍的 對對對 這樣會是在第五頻道 是 對對對 對對對 so the only thing that is very Chinese about the show is the title 叫剃頭刀 而且我們是有演歌展戲啦 是是是 是有講福建話 但少過5% 每一集 每一集會有大概5%的時間 沒有我們可以跟觀眾了解一下 是是是 其實劇本裡面有個規定 每一集只可以說三句 方言 福建話 對 OK 比如說 阿爸 阿爸 他裡面 阿爸 阿爸 是名字 他如果說 阿爸 我平 那就這樣一句 哦 所以其實那就很小心 對方要寫得很小心 是是是 哇 所以我們當然知道說 這個雖然 他用英語來呈現 因為在舞台劇 曾經有英語版也有這個華語版 不過我們就是 主要看的是精髓啦 是是 所以我委屈自己本身就是 也生在西班 可是現在去演另外一個班底的故事 是是是是 找到那個共同點 我在現實生活中是 潮州系班的班主 沒有想到 會去演 新賽鳳的班主 我以前有在新賽鳳客穿過 但是 福建系的演法跟潮州系的演法 是很不一樣的 尤其他的妝 台詞這些 那 這戲裡面 這位班主是真實人物 他是一個很兇的 很兇的班主 而且當時是 新賽鳳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所以這位班主是很有錢的 聽說他每一年都換一輛Mercedes 真的 你送得起來 看你這樣 喝哀可氣 當年可以每一年換Mercedes 對對 而且有兩輛巴士 那你不是潮州劇的班主嗎 現在不一樣 你每年都換 Berry Berry Ferrari 他換飛機 我就當班主兩年 現在不一樣 現在當班主像當義工一樣 真是文化工錢 不過以前那個時候 時代不同了 六七十年代 新賽鳳是想當 主要的娛樂來源 他有兩輛巴士 兩輛那個 然後有七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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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來西亞有七個 塑膠園 然後在 雅龍區呢 有四間自己的私人屋 你想想他是多麼的富有 所以他是一位 阿拔阿拔 阿拔阿拔 所以我阿拔比較窮 當年我才會把我的女兒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了咯 我在戲裡面 戲裡面 就除了會種菜 種番薯 種辣椒 就是生孩子 生到後來太多個 養不起 所以把女兒賣去西班 賣掉 結果賣去 不要講賣去西班 就是交去給西班 讓西班來幫我養孩子 是是是 結果那個是最有 對 而且過簽合約 我記得 有一場戲 有一場戲 其實在戲裡面 我問她對戲也不是太多場 就是講有一場 我帶了兩個女兒去她的西班 然後就問她 這兩個女兒 你覺得可以嗎 後來其實 現實生活當中是兩個都有 加入班 兩個都有 對對對 然後文德的母親就是 阿拔阿拔 因為她個子比較矮 所以我們是不看好她的 因為當主決定 有一樣的 一定的高度 一定的樣貌 所以她站出來 就太矮了 其實 我本來想 就是 讓那個女兒去 參加西班的 不是阿強 是阿堆 是阿堆的 姐姐 然後阿強那個時候 是跑去一個火柴的工廠工作 她 聽說我要把阿堆 賣掉 她就跑回來了 她是為了要陪阿堆 她才去參加西班 擔心這個妹妹 對 因為阿強個子很小 講到個子小 我跟劇主有了解過 他們在找這些演員的時候 有一個要求 就是其他的演員 都要比較高挑 然後真的找到高裕的時候 她有一個很好的條件 就是因為她 不是很高 所以看起來有一個對比 她簡直差不多是矮 我們整 全部的一個頭 所以你看 這個不要以為一位的 就是一定要高挑的人 才可以進演藝圈 找對劇本 矮了也可以 這個戲就是因為她矮 還好 不過矮 不只是矮 因為她長得很漂亮 而且不會演戲 很會演戲 很會演 其實演藝圈裡面 就是矮又有名的也不少 很多啊 曾志偉 對啊 郭富春也不高 我就在等你講 剛剛講 君哥挺高的 哪裡 志氣高 建民大哥 高度 智慧高 人矮智慧高 我記得 梁朝偉也不高 梁朝偉 那個時候 九十年代很高 所以你就拜在太高 我拜在太高 今天來的兩位都很高 今天來的兩位都很高 傳統大哥以前拍戲的時候 算是比較高的那一票 典型模特兒的高度 不要講以前啊 現在還有偶爾會出現 今天晚上會有 對喔 她也有參與那個快樂王子 快樂王子 OKOK 接下來都是會有一些你的戲 對不對 還有聽是嗎 對 我還有參加過一部叫 愛沒有距離 愛沒有距離 OK 那個好像還 沒有那麼快出來 OK OK 所以2020年算是比較活躍的一年 是2019年 嗯 好 來我們現在又要上現場了 好 今天呢我們就是衝著舞頻道即將就是要播放這個剃頭刀這個舞台劇搬上螢幕之後呢以英語呈現的一個劇集 請來的劇中的兩位演員分別就是神偉俊跟陳川智大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私下跟我們聊了很多 聊了很多 包括我們的劇中的這個角色啦 她們的女兒啦 還有呢一位演得很兇 可是我很難想像她兇 真的很兇 真的很兇 對嗎 而且要管教整個團隊的團員們嘛 嗯 而且也是所謂的導演跟老師 對 所以不打不成才 而且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她一定要兇 演員才會怕她 而且很多金啊對吧 很多錢 現在不同了 現在真的是為了一個傳承文化傳承 頂下這個班主的這個 所以兇得起來嗎 現在是當義工 我從來沒有在西班上發過脾氣 從來沒有一次 因為現在想要投入 現在是在不同了 對對對 而且想要投入文化失業的人 都是秉著熱忱的 所以對她兇幹嘛對不對 她已經很有心了 而且她們都是我的前輩嘛 前輩你怎麼對她們沒有禮貌 不過以前就不一樣 以前這位班主她姓魏 是真實的人物 她算很有錢的 我聽說她有錢到 在亞龍有四間四人排屋 然後在馬來西亞有 那個琉璃 不是琉璃 對不起 橡膠 對 還有呢 有兩輛巴士 兩輛Lorry 每年換Mercedes 當然 這是新賽鳳的班主 你看她演的這個角色 真人是真的那麼富裕 我演的那個角色 也是文阿強的爸爸 也是一個真實的人物 是是是 我跟她有一個共同點 我也是很兇 我是對我十二個孩子很兇 十二個你不兇不可以 特別是對阿強很兇 你是覺得她就是 不會有什麼長進是不是 對 然後跟她有一樣東西 剛才就相反 她是特別有錢 戲裡面那個角色 我是特別沒有錢 沒有錢到要把女兒賣給西班 哎呦 以前常有這種事情 就是交給你當投手 交給你當徒弟 學徒 然後呢 能夠成才 算她的福氣 不能成才也就算 對 對 不過是 當時的我那個角色 是沒有能力再去養這些孩子 十二個 所以才要想到要把她 其中七個 所以其實鼓勵就是說 可能 有比較年長的一些觀眾 重新拿起遙控器 看我頻道這部劇集 因為他們從四十年代開始的接近 慢慢慢慢轉換到就是 八十年代 對 而且非常用心 但是呢也鼓勵年輕人 去了解 戲曲這個傳統文化 是很重要的 而且現在是以英語 所以這個以英語為媒介 我看這個 已經用你們比較熟悉的言 他就可以去了解 而且整個拍攝就在儀寶嗎 在儀寶 對 整部戲都是在儀寶拍攝 而且溫德的母親有親自來 哦 探班啊 包括 新塞鳳的老闆娘也有來 哦 對對對 還有包括 一位非常著名的台灣的歌仔戲 著名小生 洪秀玉老師 包括 王一川Dance 他們都特地來幫忙 所以真的非常的感動 所以這不單是一個電視作片 它是一個文化交流 是是是是 所以這部戲我是身兼多職 除了當演員之外 因為只有我一位 對戲曲比較有了解 而且我是從戲班長大的 所以就變成很多時候導演說 喂俊過來 這場戲要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拿馬鞭的這些的 就變成我 就當顧問了 當顧問 對 好啊好啊好啊 因為其實就是希望有這樣的中流抵觸 幫忙把它撐起來 因為現在每間新加坡政府的小學還有中學 都規定有母語雙周 那都有著戲曲講座會 所以真的希望能夠通過這部電視劇呢 拋磚影域 或者是希望讓年輕一代都更了解戲曲 為戲曲打開一扇創意之門 是好 那我們就是再給大家呼籲一下好不好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就是通過舞頻道 還有就是me watch可以觀賞的到剃頭刀呢 2月18 晚上9點半 對嗎 9點半 星期二 每逢星期二 me watch就可以上網去看 總共13集 對 用心的製作 喂俊基本上他還在這個華語表演的圈子裡面活躍著 傳說大哥他以前八頻道的戲好多好多 現在是不是比較轉戰英語劇還是 你怎麼維持 在這一兩年 之前 之前我也不算是跳槽 根本就沒有跳過 就第五頻道他們就找我去演 然後最近有一年多了吧 有一個角色叫Wilson的 就是在King裡面 所以我時常都會出現 因為King也算是比較長壽的劇集 對那是長壽群 不過最近第八頻道也有一些參與 平時怎麼樣維持就是這雙語 給你都掌握得那麼好 我覺得傳說大哥的戲很好 真的很棒 謝謝你 你又誇我了 他還跟我說 我記得有次跟他吃早餐 他說 他有KID 就是不敢吃太多 為了保持心象 這麼專業 所以我覺得他各個方面都KID 沒有 我不敢吃太多 是因為現在東西不是很便宜 不可能EVOP的食物 少來對不對 不像班主 所以比較節儉 窮嘛 然後戲演多了就入戲了 阿爸很窮的 他跟我說他真的有KID 聽一支稍微挖一點 傳之大哥的這個 讓他說多一點 因為好多在Facebook的聽眾都說 好久沒有看到你 聽到你 上節目宣傳 都聊一點自己 所以他們就希望說 能不能聊聊近況這樣子 所以主要就是不拍戲再忙些什麼 還是保險業務 對啊 你都知道了 聽眾不知道 我這麼多年了還是在老本行 就是在保險業 所以偉俊這個時候就是補上一句了 每年換馬賽地的是他 是是是 在廖東有四間四的台語 還有遊艇 還有什麼去過年 什麼遊艇 什麼遊艇 遊艇啊 遊艇生戲裡面 還好你沒有說我有榴槤園 是膠園 是 好所以希望大家給予這部劇集你們最大的支持 是 然後呢 多多的介紹給其他的朋友 是是是 最後還有什麼訊息要跟聽眾說嗎 對 謝謝Lights Camera SG 這是Lights Camera SG的一個項目 還有謝謝我的頻道 還有Oxtry Firm 謝謝Yen 我也很想就是呼籲大家 給予我們自己一個機會 因為在第一集 我的戲跟文芳 文芳科串這個戲 他是演我老婆 叫阿布 是 這是文芳第一次演第五波到 第一次演第五波到 第一次演第五波到的新女電視劇 是是是是 以前有 那個第一集是 真的很有看頭啦 OKOK 很好玩的 而且平時文芳在螢幕上都是 非常的風光亮麗 這次反而是演一位很窮很窮的阿布 所以村屬不一樣 對 所以值得看好幾個 他在很多場戲裡面都是在生孩子 都在Push 都在Push 有很多主要演員 有黃樹芳啊 陳鋒軍啊 陳鋒軍有哥哥 黃鋒軍是一位 很壞的一位 Tosh Tosh 好多好多的演員 所以大家一定要 中生代 新生代 新生代都有啦 好2月18號 到時剃頭刀 一定要準時看喔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Josie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 來我們Facebook來的朋友 再見囉 再見 See you soon